今天是8月19日,是我们70天欧洲房车自驾游的第五天 上午12点左右,我们开着拖挂房车,离开了拉罗切利雷岛上的五星级房车营地 向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位于卢瓦河谷旁边的昂热城堡进发 昂热又可一名为翁热,距离拉罗切利雷岛是212公里,开车需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个中心城市,面积是42.7平方公里 人口是15万7千多人,在法国城市中排名第17位 城市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美丽 最有名的就是耸立在曼恩河畔岩石上的法式城堡 由于它的战略防御位置,曾经是罗马人居住时的地点之一 昂热城堡周长是600米,占地2.5万平方米 周围有17个巨大的塔楼,每一个塔楼都曾经有40米高 后来为了使用大炮而降低了高度 只有磨坊塔楼还保留了原来的高度 在九世纪,昂热城堡属于强大的安儒伯爵 在十二世纪归属了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国王 1204年,该地区被菲利二世征服 他的孙子路易九世,在十三世纪初兴建了这个庞大的城堡 昂热城堡也是鲁瓦河谷城堡群中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20座有名的城堡之一 在我以前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的香波堡和索米尔城堡 也载着20座有名的城堡之列 鲁瓦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 尤其是中游的河谷一带 河流两岸丘陵直辈茂盛 其中就分布着这些一座座中世纪的古堡 历史上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每年都要来此萧下避暑 因此这里也有法国花园的美称 我们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地是北欧四国 在穿越法国的时候 专门选择了从昂热穿过 这样就让我们目睹了这座法式城堡的英姿 以后来法国西部鲁瓦河谷来玩的朋友 也不要错过这个雄伟的法式城堡 在介绍完昂热城堡之后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距离昂热城堡 大概十几公里左右 小镇的边上 小河的旁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免费房车营地 这是这个营地的名字 和它旁边酒店的一个地址 我们也是找营地时 在这个小镇的河边的一个森林中 无意中发现的 当时看到路边的森林中停了很多的房车 下去一看 是小镇办的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 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 有公用厕所可以用 这个免费的房车营地 就坐落在河边的一个树林中 树林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牧场 景色非常的漂亮 这个树林和草地也是小镇的一个公园 公园里有水管 公园这个小亭子还有一个 可以投币售卖法棍的自动售货机 在这个免费房车营地里 除了没有电 别的都非常的方便 以后有路过这里的朋友 可以把这个免费的 风景优美的房车营地 当作一种选择 好的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最后有一个小的通知 我建立了一个欧洲房车旅游群 感兴趣想加入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加我的微信